与人摩擦 因感恩对方 愿意磨练自己 使我们的心灵光亮 When we experience friction with others We should thank them for tempering our spirit and allowing it to shine 是不是有时候 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 让你感到很受伤 久久难以释怀 那些话真的伤了您了吗 还是您的心太脆弱了 人总是常常会被刺伤 那我们不应该被刺伤 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 不刺伤别人的人 不只是不刺伤别人 自己要訓練到来 不被刺伤 玻璃心 是一种网络用语 用来形容一个人 内心很敏感 容易受到打击 非常容易受伤 就好像玻璃一样容易碎裂 后来大家把玻璃心引申为 别人不经意的话 都能使它受到伤害 试想 我们是否也有一颗 脆弱的玻璃心呢 不要动不动就被伤 不要动不动就被伤害 人家也无心 只是他的习惯而已 我们应该要起了忍敏心 就说哎呦 师父叫我们受伤 就是受一个习惯而已 那种的习气 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 都是清静的 都是善良的 只是习气 有时候没经常 只要习气一起来呢 那他就会去伤害别人 让人看着不高兴 让人听到有伤害 他是他的习气 所以我们要起灵敏心 不可以说去给他伤害 可以灵敏 而不要被伤害 这样你们听到有吗 所以记住 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是我们的一部大藏剂 那种生生罪 种生法的罪 自然的 我们的地位就正确 所以不轻一死不重 你担心呢 顾到自己 不要被伤害 我们当年不被伤害 也不要伤害别人 在人群中修炼 如何让自己多包容 多感恩 才不会被别人的无心之言伤害 靖思书宣营运长蔡清儿 多年来推广靖思人文 和人群都所接触 面对不同情境 蔡清儿如何让自己 展现清静心 不受影响 上人一次不断提醒我们 心患念存 心患不上人 念存不上己 就是希望自己的心 都是很清静很单纯 那他也提醒着我们 每一个慈离人 付出无所求 还要感恩 所以这个心念 就是一份心欢 念存不上己 其实因为你会碰到 很多不同的人 有些不同的话语 或者是也有当面 给您指导的 有一天我们办了一场活动 然后就看到了一位 师兄年纪比较大 然后他刚好拿着 一个很大的箱子 然后里头有很多面包 然后他就在发面包 然后我就看到 不忍心说一个 年纪蛮大的师兄 抱着那么大箱子 我就赶快去给他沉过去 说我来帮你 有一个人突然过来就说 你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拿着那么大的箱子 这么不人文 当下我们两个就稍稍嫩了一下 然后我说没关系 我们赶快去换一个盘子 盘子 然后换过来 那大家也快快乐乐发 发完之后 后面又看到那位师姐 他一句话 你觉得很生气 很难过 然后对他也很难过 可是他其实也忘了 对他其实卖卖卖也忘了 所以后来想一想 其实就是念纯不相及 当然的话 非常的有智慧 像是人在门人 如果用生活 我们也可以真感恩 感恩他在教人 感恩他在无人人 所以如果要生涯 起了感恩心 有什麼過不去 什麼事情就是把他保養下來 我們常常看到人 要求美麗的傷 都要求求一個肚子大大 後面拍到這腳的寶貝 這個意思就是說 要有大度量 有什麼樣的煩惱分手 就等在寶貝裡面 經常看他就是笑笑 對於別人的話語要善解包容 因為當你有了情緒消化吸收後 它就像心靈病毒一樣 會在我們心中不斷複製 因此別讓負面的情緒種在心田裡 心地種子才能長出一亩良田 過去的我可能就是 那個一顆心很脆弱很容易受傷 人家輕輕的一句話 沒有怎麼樣 可是自己就會把它想成非常的嚴重 然後自己會哭得半死 在一次的會議當中 有一個人 當著很多很多的人的面前罵我 那我當下突然還沒有回過神來 過神來之後 哇 那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過 這種難過難過到當天晚上 整個晚上沒辦法睡覺 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他怎麼要這樣子對我 剛進來慈禧的時候 上了很簡單的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 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這麼簡單的法 可是碰到事情的時候 真的會拿出來用嗎 有時候就是一種學習 後來我怎麼樣轉念呢 覺得說他在給我功課 給我修這個忍辱的功課 那我覺得這個忍辱 就真的是最難修的 後來自己想想 可能這是我 把這個我看得太重要了 當別人在修如你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要反省自己說 那自己有沒有去傷到別人 所以人家才會這樣子傷你 那如果是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是善解掉 包容掉 用這樣的心情的時候 你就會讓自己跳脫出來 不會在那種很傷心的情境裡面的 因為善人也講過 說你埋怨埋怨 你會埋下一顆怨恨的種子 化解惡緣 結善緣 這一句話非常的重要 用這樣的心情的時候 你就覺得 這個就沒什麼了 把這個善跟愛的種子 放在心裡 不要是怨恨的種子 那你這樣子的時候 你的心就不容易玻璃心了 到後來有時候 會碰到這個人的時候 我就會先微笑 然後也去跟他打招呼 我也希望說跟他結好緣 我不要跟他結那種惡緣 我每天會給我這個小外孫 給他就三句好話 口說好話 心想好意 身行好事 我覺得善人這三句話太好用了 很簡單 從小baby 就給他種下這樣一顆 善的種子的時候 他就會有不一樣的人生了 不像過去的我因為不懂 然後常常就會埋怨 不開心 容易傷心 就是很玻璃心就對了 對 那我希望我的小外孫 有外婆給他的祝福 相信他以後的人生開心 然後充滿了正能量 Words are extremely powerful 你其實 create your own laws and limitations for yourself using the words that you use most often The greatest teacher to ever live The carpenter from the plains of Galilee once said By your words you are justified And by your words you are condemned He understood the spiritual properties words possessed Rumor has it The prime creator actually spoke the universe into existence Also known as cymatics or vibration And remember You are a piece of the creator And possess the same creative qualities Never use phrases like This is killing me Or This makes me sick Though light hearted Those are actual commands That are stirring energy in motion Low energy words Do the exact opposite They attract all manner of negative situations and circumstances And they have also been proven To lower your immune system Making you more susceptible To illness Dr. Emoto's water experiment proved that Words and intention Actually have a physical impact on water Dr. Emoto's laboratory does research on water samples Which are subjected to various forms of outside influence The impressions made upon the water Are recorded by swiftly freezing it In a cryogenic chamber Somebody said thank you to this water Excuse me You disgust me Idiot I hate you Love Hope Soul Emoto Masaru's numerous experiments Aimed at finding the word that cleanses water most powerfully I have shown that it is not just one word But a combination of two Love And gratitude For Doctor Emoto has conducted another interesting experiment He placed rice into three glass beakers And covered it with water And covered it with water And then everyday for a month He said thank you to one beaker You're an idiot to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one He completely ignored After one month The rice that had been thanked began to ferment Giving off a strong pleasant aroma The rice in the second beaker turned black And the rice that was ignored began to rot And it was seen that in half Yeah, organicSurvee And the rice and milk There's a husband The rice that had thickened the bread And the ri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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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